一人有一个梦想 两人一人 1993年的《竞歌金曲》可谓别处兴才 在争夺《竞歌金曲金奖》这个大奖上 设立了一个游戏环节 让四大天王还有王妃 在麦克风前轮番演唱15秒自己的入围歌曲 来决出这份大奖的最终归属 当第一个音乐前奏响起 桂公子气质的黎明唱起了《夏日清情》 黎明的声音主使令现场粉丝呼呼惊叫 随后是郭富城 刘德华和王妃 但是轮到张学游演唱时 这一声音简直就是行走的CD 不愧为歌神迎来现场歌手 与众多观众的鼓掌喝彩 自然而然赢得了金曲金奖 获奖歌曲是只想一生跟你走 同样也是第一首入围的金曲 这首曲子广于传唱 流行至今如今也是KTV点唱率最高的一首玉语歌曲 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 我愿默然带着泪流 很想一生跟你走 就算天面海角多笑改变 一生只有风中追究 不想孤单的逗留 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 我愿默然带着泪流 很想一生跟你走 在我心中的你 失海的你 今生不可不能没有 第二首 谢谢你的爱 这是刘德华自己写词创作的 玉语版同名歌曲 另外普通话版广为流传 但是玉语版更有味道 毕竟歌词表达了他当时对爱的感受 与对广大歌迷的深情 使这首曲子受到歌迷的喜爱 第三首 夏日清晴 夏日清晴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 构成一副色彩斑斓的夏日风情画 即使经过多年后 夏日清晴依然是黎明和他粉丝热爱的歌曲 夏日清晴 等你等到我心痛 等你等到我心痛 由小雪作词 张雪有演唱的粤语歌曲 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 等你等到我心痛中 等你等你等你 一世一世等你 我珍的珍的不言舍弃 恨想当天的一切能毁灭 想你 想你古痛 等你等到心痛 无情的北风将我吹奏 孤孤单单的梦又天走 第五首《你今天要走》 《你今天要走》 《我只得一个要求》 《你今天要走》是专辑《与你又过一天》的主打歌 一千文这首歌曲的演唱难度非常大 是属于慢热性 整首曲子的品位之高 在流行乐中非常少见 《你今天要走》是专辑的主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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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分为《国语版》与《粤语版》 皆由李克勤演唱 收录在春节《一生何求》中 请不必再继续怀念黄色温柔 要是爱人离后 没法可不咎 那些欺骗说话 无谓在三回三 谁拥有 最后已变咎 第七首《一人有一个梦想》 《一人有一个梦想》是黎瑞恩的代表作品 这首歌的旋律流畅 耐听 要比同名主打作品《我是不是真的爱恋了》 更受到市场的欢迎 《一人有一个梦想》 《两人热爱浅迷惘》 《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 《一人变身会受伤》 《两人愿意没惆怅》 《三人同苦恋爱不再问》 事实与真相 第八首《狂野之城》 《狂野之城》是郭富城加盟华纳后发行的第一张唱片 也是内地引进郭富城的第一张粤语列 此专辑是郭富城的又以里程碑 也是郭富城的标志性专辑之一 第九首《执迷不回》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 任性的沉醉 我并不在乎 这是错还是对 《执迷不回》是同名专辑的第一主打歌 《粤语版》和《普通话版》 均由原为人担任作曲 1994年 王菲以这首歌为专辑主打歌 成功进军中国台湾乐坛 要我有谁的心去体会 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 就算痛苦就算是累 也是属于我的伤悲 我还能有谁的心去体会 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 就算疲倦就算是累 也只能执迷而不回 第十首《情人Happy Birthday》 《情人Happy Birthday》是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曲 收录于1993年发行的专辑《爱意中》 《律语版》 《生命提供》 《受伤的决定》 《生命提供自制》 《生命提供自制》 Zoy Zeti Happy Birthday